不要再傻傻的学26个英文字母了 其实在英语当中只有11个字母 你搞定了这11个字母的发音 就能搞定所有英语单词的拼读 英语里一共是有26个英文字母 那在这其中呢 有15个字母是单音字母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只有一种发音 而它的读音跟拼音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读的轻一点 不要拖太长 比如说T我们读T 比如说P我们读P 所以Cat不能读成Cat Map不能读成Map 所以英语当中一大部分的字母 你本来就会读 它就相当于咱们汉语拼音嘛 你直接读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一半字母里 有6个辅音字母 它们是有多种发音的 比如说字母C 在单词里它可以读C Cake 也可以读S Face 在单词里可能读G Girl 也可以读J Page 那最后剩下的五个原因字母 AELU 它们在单词里的发音变化是最多的 那原因字母的发音 也是我们自然拼读学习的核心重点 掌握原因字母在单词里的发音规律 那么读单词就像读拼音一样简单了 学会了 给老师点亮个小星星吧 麻烦了